你刚当上皇帝 就发现满超文武都是奸臣 四位边疆大臣 分别是西凉王董卓 南赵王吴三贵 宋王赵筐映 燕王朱棣 而此时 他们的各物的行动大军 也赶到先城外 四人借银携带 少数岁中进行面圣 与此同时 在昏迷中醒来 打击等妃子陪伴在侧 你不死心闻 前线展示如何 是否如诸侯所缘 我军取得大胜呢 在得知肯定回复后 你太高气 可这一幕 若在打击他们眼中 都是觉得 是因为没有完整 将秦国故土收回 陛下这是不甘啊 陛下 咱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顿了顿 他断了一碗粥 陛下 四位异性王在外头等着呢 你有悲伤专喜 好 很好 这四个历史上 赫赫有名 董卓 兵进长安 摇身一变成宰将 朱棣奉天敬难 直接做皇帝 赵狂应 陈娇兵变 黄炮加身 欺负瓜寡母 他们这是来清军策了呀 快快游行 咋子知道你在担忧什么 请陛下放心 他们的兵马 均余安置在西安城外 而且还带着足量粮草 无需朝廷补助 陛下一条凤凰剂 就将四位封将大力收服 陛下 英明啊 你们不是该来清军策的吗 现在这几个意思 要效忠于朕 一想到这 胸口好疼 朕则穿越过来 一直在努力挥用败国 怎么着大型的国力威胁将 反而这就日上了 生气了 记得说朕生病了 这些消息 由蔡经传给四位封将大力的时候 他们人都傻了 不是 就是先帝见了我们 也会以礼相待 陛下也太不给面子了 不对 难道是由于考验 我等的下马威吗 懂了 他们全都懂了 若我等对皇室不满 那丁南会大发雷霆 成功面圣 到时候皇帝陛下就足够理由 说不定刀斧手都安排好了 换个角度想 今日若见不到 日后相见 必然矮了一头 到时候就不是表面装蠢子了 实际上也要被拿捏 陛下当真好事的臣服 好多的心计啊 于是死人他们开口 陛下容体宝贵 他们随时恭候 啊 才已经是人都麻了 本因为皇帝故意不见 会让他们激怒 这四个可是 凶名赫赫的一姓王啊 可现在 怎么被陛下 拦念得死死的 一条疯王纪 两次人彻底克制 古王进来 恐怕也只有陛下这位明君 可以做到呀 这一天 太医在为你整脉的时候 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一袭 陈朱丹西 叩见陛下 你好气 这货 谁让你好好医治了 希望你可以长迷百岁 昔日早朝 你可认真查看了 操作送来的皱责 国家 戏制裁 巡御 难怪曹老板会赢 这么多能人副所 会说才怪啊 不过 又心生于气 这几天 没上朝 都是睡得很晚进去床 于是大朝会一挥 宣布 以后每日小朝会 和集中大朝会 都推迟开办 到时候 这朝会延迟 间接影响 国家进行运转 进而 这影响国力 妙啊 这消息一公布 众臣们 简直激进无声 不过 他们很快心中窃喜 不错啊 以往上到朝 翁翁凌晨四点钟就要起床 还得早早 到皇城外排队 等人记得第一次进入 日复一日朝夕 让我们百怪精神状态 都不是很好 而且退朝后 陛下 可以回去睡回龙觉 他们可是要到衙门认职的 大清的文臣们 说明普遍较低 大部分原因 就是从来 为水柜一个好笑 而且 大多时候 朝会就是走过场 就等太监说一句 有事早奏 无事退朝 如今 陛下将时间延迟 真可是好是一桩啊 他们心中 做个共同的声音 百官 枯早朝久矣 陛下 真是联系百官不易啊 如此一来 世面充足 大家更加精神百倍出的故事 国家机器 不但不会停顿 还会运达更加流畅 陛下 真难明 金啊 蔡金 帅心跪倒在地 陈 复一 陈 复一 你傻眼了 不是 难道不是该觉得正昏庸吗 蔡金 又是这个老头子 另一边 长安王银生脚也到了 作为太后亲子 他已经和太后屡之密谋 说自己 已经带了七八万兵马 到时候只等明日 楚国时辰前来议和之际 联合有恋心的董卓几人 在朝当发难 定然能 清军策将的营销翻 赶下王位 尽头一切 第二日 楚国时辰李源 今天指高气昂 坏山李源 见过笔下 四大将军之一的安若山怒了 放肆 真不下跪 李源不为不亢 秦皇 难道 这就是你秦国 爱个之道嘛 若贵国臣子都如此 那以我来看 这一盒 我也罢 这嚣张不是没有底气的 秦国就算算上四个分枪大力 加起来总共算六十万兵马 他大厨 光常备兵力就足足两百余万 有事在他 就问 这怎么说嘛 开出来一盒条件 更是离谱 虽然楚国归还韩国官 但秦国 需要俯首称臣 每年还得大贡 一千五百万两 其实这个条件 挺让忠臣动心的 在史臣退休后 部分大臣开始劝你 毕竟只要交了第一年的钱 有喘息之机 后面第二年 第三年的可以不交 主要是韩国官 对于大秦的老师 实在太重要了 而且这灯打起来 大秦把上半条命就没了 还有王国之威 不可以硬拼啊 陛下 可你呵呵一笑 这么好的机会 把我的大厨 一口气给大秦王国了 反正系统都说了 等自己成仙后 那些英文王国死去的人 都会复活 朗声道 卧踏之策 其中他人寒睡 朕在 则扫平四夷 或华夏勇士不摔 这仗必须打 大臣们都被震撼到了 没想到 这皇帝竟如此强悍 如此实力 玄殊情况 一口回绝一和 就是要死磕到底 听听这话 多霸气啊 事实上 大秦与楚国 这对风露期开始 就已经不死不休 倘若 今日选的人羡吞声 那后来人 会不会效仿惊人呢 如此一来 何时才能真正抬头 大秦好不容易迎来一位 像陛下这样 强势的君王 错过现在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群臣一阵交出戒耳后 纷纷表态 臣 蔡金复义 臣和珅 复义 臣董卓 复义 朝野上下 纷纷响起高呼 忠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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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大秦朝堂 再无一人 再与狗血偷生 既然迟早打 那就现在打 为后世人 打出一个太平世界 你是恍惚 有没有一种可能 自己刚才做出的决策 其实才是英明的 既然大方向引敲定 开口道 点如此 派人告诉曹操 难心备战 至于那楚国使臣 挖个坑给埋了吧 啊 蔡金拱手 不是 陛下 两国叫这不斩来石啊 这没说斩啊 挖个坑埋了呀 啊 这一世搬过而言 反过不出来 你就说斩没斩吧 最终啊 也只能临职 可记得准备退潮 这是蔡金高喊 长安网 银城角进店 你刚才想回去 什么位 不见 可来人 就能硬闯进来 陛下不愿意传递 科夫是做了什么 不利于大秦的事 心中有愧 难以面对中卿啊 蔡金等了这么呵斥 你却笑了 我做了这么多 不知你说的哪件 大呵呵一笑 陈帝方才得知 皇兄似乎是想 和楚国一合呀 这楚国杀了我们这么多百姓 皇兄对得知是天下百姓啊 蔡金怒道 放肆 长安王 一面得知是陛下 是大秦的国主 银城角种上热讽 呀哈 本王有先帝遇刺 咱如铁券 怎么 蔡相是想为你先帝吗 欢迎刚落 众臣们分分奇怪目光看着他 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不知他陛下 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吗 谁给他的勇气这么说话的 你都被气笑了 行 既然长安王这么勇 恰好 这也有战意 绝不求和 那就命你 走先锋去打仗 啊 银城角傻眼了 皇兄不是答应 可楚国一合的吗 这怎么还要打仗 哦 谁跟你说 这答应求和了 董卓神奇拱火 长安王 陛下封你为先锋 还不甘心 名指谢恩 银城角是麻了呀 做梦都没想到这营销藩会想死磕到底 这皇兄会一直都是 让人无能之辈嘛 这时候赵狂义父就笑道 长安王还不接直磕在何时呢 他想看明白了 皇帝很不爽这家伙 这样如此 我就得供活帮忙呀 如此强势英明的皇帝会下 只有做过忠诚才能活命啊 银城角压的声音 宋王 你这什么意思 实际上 他和对方一直私交不错 国难八八开始就在谋划路的咸阳 这怎么说翻脸 就翻脸了呢 而且接下来 不知四位父娘大礼乃至王百官都开始挤兑他 口诛笔伐 他也真的是徒了呀 这大秦国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一个个都开始把皇帝说话了 硬着头皮掖指退朝后 你家四位父娘大礼的宣证殿 最近几日正没有召见你们 不知心中可有怨言呢 说实话 你是巴不得他没有怨言啊 可谁知董叔和朱棣去说他报权 陛下严重了 非诚实习 以龙体为重啊 你笑了 这几个老奸臣装样子到庆会 随即说出真正目的 清除一战 火星顺散 实在太小 正希望再战断一开 你们的充分保存实力 又真的不敌 也可各自伪战 清楚了吗 就让他们干关火用不自重 但是苏伊心王不这么想啊 保存实力 底下 难道是想让决战中动苏尔家底吗 只有这样 现在稳扎稳打不为盈 将损伤降低到最低 保存有声力量需求徒之 但关键时刻 基于敌军痛击 想到这里 忽然开朗 懂了 他们全都懂了 至于各自伪战 是想让我们主动和他战果呀 七双双抱拳 成等 清楚了 你很满意 舒服 话都说到这儿 该懂了都懂了啊 到时候打起来 四个风枪当里就是摆设 只有曹操那只孤军 如何取胜 吃人说梦呢 就算他是魏武帝 都不行 还有我词 Miles 跟他我明确 听到